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可以看見蔡英文總統在選前 她不斷標榜把糧食安全、環境友善跟土地正義 列為她最重要的政見 然而蔡政府這三年以來 面對這些非法的工廠 持續對農地造成污染 面對我們這些農作物遭受到污染的食安危機 面對臺灣農地持續縮減的現象 卻是毫無作為 行政院第一時間提出來的版本 竟然還不設所謂的落日條款 可以說態度非常消極 跟她口中所宣稱的 要重視土地正義的價值是完全背離的 2018年全國國土計畫的報告就已經告訴大家 海灣農地呈現破碎化 近十年來每年農地土地逐漸流失 十年來已經流失三萬四千多公頃 而其中高達1.4萬公頃的土地 就是被非法工廠所佔用 我們可以看到 在2010年的時候 曾經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採用臨時工廠登記 但是這十年間 只有7,421家工廠完成臨時工廠登記 實加完成合法化 而到目前為止 環團所觀察到的數據 非法的農地工廠還在持續增加 顯然政府的公權力完全沒有真正的落實 所以面對今天的修法 我覺得執政黨要負起更大的責任 在立法院民進黨是多數 蔡英文總統口中所謂的土地正義的價值 可不可以被捍衛 就會在等一下相關的投票過程當中展現出來 特別是目前我們看到 經濟部的立場 一昧的是幫這些非法的工廠護航 完全不知道自己管理的角色跟責任 而在各部會的分工當中 我們也看到大家目前對於污染的一個界定 到底是要由環保署來界定 還是經濟部來界定 全責不明 在污染的過程當中 這是對農地最大的一個侵害 如果我們對於目前違法工廠所排放的污染物 視而不見 持續放任這樣的一個非法工廠 對於農地的侵蝕跟傷害 我想我們都對不起我們的下一代 因為我們要守住土地正義 謝謝 謝謝王委員 下一位請賴委員瑞隆 賴委員瑞隆 賴委員瑞隆 在場 下一位請賴委員文吉 下一位請賴委員文吉 今天請賴委員 請賴委員